传统的脚踏式缝纫机 缝制出一件件实贸新颖的旗袍和羊群 其实创业不一定需要大笔的资金 73岁的林亚妹婆婆 退休后就在家缝缝补补 靠着口碑和面部网页的宣传 让顾客找上门 林婆婆年轻时学过缝纫 不过为了帮助丈夫经营蔬菜买卖的生意 她一直没有机会实现当裁红尸的梦想 我就是喜欢做衣服 比较自由 也是没有做到的 是挖持时间而已 有空就做 有精神就做 有时候挺厉害 不是走走 林婆婆说 像这样的一件旗袍 需要十多个小时来完成 所以她一个星期只做一件 为了迎合年轻人的喜好 林婆婆的儿子李恩 也帮忙她设计款式和打理生意 母子俩合作无间 吸引了不少年轻顾客上门 我的孩子帮我想 顾客来帮我帮我跟他讲话 做衣服都能给我孩子讲 我的孩子帮我画那个图 现在新潮的 要问他 他帮我想 李恩说 他起初不放心 让母亲创业 因为担心母亲的手艺还不到家 不过在尝试了三年之后 接到不少订单 也让母亲的生活有了动力 还没创业之前 他一直车一车一车一 然后是玩玩这些 可能是在订单多了之后 才会担心 从那边起 我们应该怎么 重新开始规模 有聊到就是 找外地的厂商 我们有那个顾客量 只是说在生产方面 就是没有那个能力 总而言之 是要他开心 而不是说 真的就是创业 我觉得他的启发 不是创业 然后赚钱 一般人怎么看待 父母退休后创业 他们会支持吗 我会支持他们 因为如果他们有那个兴趣 他们应该做他们自己喜欢做的东西 如果他们喜欢的话 然后创业成本没有很高 应该支持的 让他们有事情做 有东西做 然后做自己喜欢做的东西 如果已经年长了 还不能做自己喜欢做的东西 那没有意思啊生活 我觉得这样是很好啊 因为他们可以充满他们的生活 然后又可以赚钱 然后又可以独立 又有梦想 他们会觉得不在家里 然后没有事做 然后会觉得 可能会忆愈症 比较更多 很多年轻的子女 他们都担心 他们的父母会坠入这个 比如说商业的迁套啊 或者是商业失败的时候 就造成说心灵和这个精神 还有就是金钱方面的负担 所以我就建议说 在年长人士 要创业的话 就要选择一些 自己有兴趣 然后有一个基本的市场要求 然后以这个小规模来做个尝试 不要一开始就把这个企业搞得 就是说它的范围搞得相当的复杂 或者是大 失败的话呢 也当作是一种小小的游戏 就不会说把整副身家都败去等等 像这对夫妻 就是在做了市场调查后 才决定把时间和金钱 投资在自己的兴趣 冷泡咖啡 冷泡咖啡是采用室温的水 浸泡咖啡豆制作而成的 55岁的孤芳财 原本在一家科技公司 担任区域业务经理 他在去年被公司踩退 之后决定和退休的妻子 一起创办咖啡品牌 从接订单到送货 他们都亲力亲为 在我的年龄 我感觉到很难找找找一个工作 但我感觉到我仍然有很多 能帮助 我仍然有很多 我仍然有很多 我仍然想要工作 所以我妻子和我 决定了 这个 cold brew 咖啡 夫妻俩把顾客群 设定在18到30岁的年轻人 因此他们设立网站 介绍自己的咖啡品牌 在网站设计和招揽顾客方面 儿子谢荣亮也给了父母不少建议 让他们了解时下年轻人的喜好 他们外面在看什么 要在读什么 要在吃什么 喝什么 然后你只要尝试 尝试在这些年龄 我有时会叫朋友过来 然后试试看 问他们好不好 味道好不好 样子好不好 logo美不美 他的border会不会 appear to you 开业一年 虽然生意不错 但夫妇俩坦言 因为考虑到成本问题 所以决定不开实体店 只供网上市场 去开业的咖啡 需要很多钱 你会购买了 你会购买了 给了公司 所以我们觉得 这是我们的年龄 我们不敢购买了 所以我们决定 在做一个商店 里面可以直接接触到客户 或者买到其他咖啡的 我们的商品是有很多意义 所以我们的商业模式 比起开一个咖啡 CFS乐活乐学中心 专为年长人士提供培训 帮助他们规划退休生活 董事会成员汤玲玲博士说 创业可以减少退休后的失落感 尤其对男性而言 我发觉有时女性 他们说要退休或者提早退休 是因为他们要照顾孙子 所以他们退休之后就回到工作 回到家庭的岗位里面 他们也可以相当的忙碌 男性因为他们比较说 以工作为中心 对男性来讲 所以退休其实对他们来讲 是会觉得有更大的失落感 他在退休后开办社会企业 却要四处筹钱 他知道我们是social enterprise 他说你是赚钱的 还是不赚钱的